好 继续要来追踪的是 这名诺福特饭店确诊的 房屋管理人员案1120 他在17号出现症状之后 其实就三度来到诊所就医了 但是诊所的医生都没有帮他裁剪 直到他的病况越来越严重 到医院去才诊断出肺炎而通报 最后裁剪确诊 也让指挥官陈时中直言 诊所的警觉性不够 裁剪太慢了 又医生担心 如果他在17号发病往前再推两天 理论上4月15号到16号 可能就有传染力了 算一算他是一直到29号才确诊 那么这中间的空窗期超过了10天 再加上他确诊时候的CT值是21 代表说他的病毒含量是蛮高的 那么在这段期间 就在社区里面啪啪燥 恐怕会再度提高本土传播的风险 防疫相关人员大症状进行检验 华航诺富特饭店的防务管理人员 被验出确诊 他在4月17号就出现咳嗽流鼻水等症状 期间19到26号三度到诊所去就医 没想到病情恶化 27号再去医院看诊 诊断验出肺炎 外界质疑这名个案身为高风险族群 到诊所看诊时医师却没发现 连指挥官陈时中也忍不住表态 这次通报真的是警觉性不够 如果他在17号发病往前推两天 理论上15号到16号可能有传染力 算一算一直到29号才确诊 空窗期超过10天 再加上他确诊时CD值21病毒含量高 这样在社区里啪啪噪 是否会再度提高本土疫情风险 指挥中心定调 他对社区影响不大 至于个案发病前两天的活动足迹 还得等待疫调出炉才会公布 接着综合报道